我真的覺得前線專家 每一個都好厲害 陳豐大哥請上來 你以為要臨時畫個圖很簡單嗎 劇名也被我虧過 不過劇名蠻會畫的 陳豐大哥來繼續 好 我們來講5區 5區的差別是哪裡呢 就是說這個BBU還在 但是他的RRU呢 因為RRU跟天線 這中間跑的是電磁波 那這一條線越短越好 所以他後來就把RRU 做到天線裡面去了 這兩個把它合起來叫做AAU 這個英文都不用記 反正就知道有這個東西 那我問你喔 因為你說這個是5G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如果發射端 從數位轉到類比 速度就更快啦 你馬上到天線啦 BBU這個到這邊是數位訊號 所以走光纖就好了 所以光纖你要先記得 為什麼我等一下會講 5G受惠的概念股 你就會記得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這個叫光纖 然後呢進來AAU以後 AAU裡面的天線喔 你要知道5G的天線很短 所以我可以做到什麼 很多天線收 很多天線放 很多的基地台 不是很多的天線 天線以前來來講 基地台天線就一根嘛 對不對 現在天線幾根 64根 以後還可以可能到128根 256根 那麼多根 那你想想看 那麼多的天線收 那麼多的天線放 我才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出現這麼高的一個頻率跟容量 我懂了 我這麼多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假設今天餐廳只有兩桌 那你怎麼樣都要排隊 我這個餐廳有20桌讓你做 你就不用排隊啦 對耶 你的訊號才能夠通暢 所以5G的基地台的硬體 應該是個大商機囉 大商機 所以在這個AAU裡面 可能有六十四根天線 好六十四根天線會發生高熱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5G跟散熱模組有關 散熱模組在這邊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待會兒會提到 散熱模組就是因為天線的關係 所以他很熱 所以他需要散熱模組 然後在這裡面的PCB 因為傳送的資料 容量都是4G的10倍以上 所以PCB需要用到ADF載板 所以PCB在這個地方也受惠 然後這個BBURU都是網通設備 所以進到我下一張圖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為什麼5G的商機講這麼多 就是要告訴你 為什麼第一個他跟天線有關 他跟散熱模組有關 射頻元件就是剛才我講的RRU 要把從數位訊號變成什麼 類比訊號電磁波發射出去的 這套射頻元件 光通訊我剛才不是講嗎 這中間都是用光通訊 就是光纖來傳播PCB ADF載板 網路交換機就是我剛才講的AAU RRU 還有在雲端資料中心 因為資料速度大 現在都要到400G的交換器 所以這一些股票是現在受惠的 那你說那底下這一些呢 小型基地台要等到毫米波階段 我之前講過現在是SUB6 還沒有到毫米波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再等個兩三年 那更不要講這個電信營運商 電信營運商現在是在燒錢階段 所以他的股價你去看不太會漲 可能要等到三年五年以後 回燒了才會漲 那未來大家要注意這個智慧型手機 因為可能今年的九月蘋果就會推出資源5G版本的智慧型手機 這個是有機會出現換機槽 好那我們來看股票 基本上這一些股票 譬如說我剛才講的中華電信跟遠傳 他們現在還在燒錢階段 所以你看他們波段的漲幅怎麼樣 很小很小好那智邦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交換器 網路交我剛才講的400G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的漲幅就比較好一點 法人也有站在買方 那光環就是做我剛才講的光纖 筒心也是光纖 家機做的是第三代的半導體材料 就碳化系跟氮化加 那這個你看他最近的漲幅非常大 法人也是在買方 所以這一些股票都是比較率先能夠收回的 那我要個答案 我可不可以 因為你說這個電信商還在燒錢階段 我先做硬體的好了 對 沒錯 現在法人也是這樣子看 好 感謝成龍大哥 謝謝您了 透過兩堂課 謝謝成龍 成龍大哥終於幫我們把歐瑞聯盟講清楚了 不過透過他這麼一說才知道 原來秀一下他的資料 歐瑞聯盟他可能還要一段長時間等 不過至少他是開放式的 什麼東西就不要再單一規格 單一規格不是很浪費很複雜嗎 大家加進去歐瑞聯盟 日後的5G商機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5G透過第二張的圖會用到什麼 現在尤其上游 剛成龍大哥已經畫了白板超級清楚 這個發射端 接受端 透過了光纖等等 硬體設備是走第一趟的 電信部分現在還在燒錢階段 下游在這電信我們再看他賺錢以後才會賺錢 先做這一個也就是最後一張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難怪有期待的法人都站在買方 以上結論掌握到了 接下來說到5G 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國紛紛在推5G 理由很簡單 因為疫情趨緩了 疫情趨緩 很多產業該動工 該復工 復產的 你就做吧 你可知道 當大家復工 經濟轉好 哪個商品最直接感受呢 油 灌州請上來 這張圖表是灌州給我的 來請看 紐約原油期貨 灌州教我說原來它是 紐約原油美油的遠月期貨合約 減掉近月也就是現在的7月份 7月份合約一減得到這個棒子就是價差 0軸以上這邊是正價差 所以最近的正價差有一點點收斂 代表著大家油的需求在增加嗎 對 因為原油期貨來講的話 油是有所謂的一個倉儲成本 所以在正常情況之下 遠月都會比近月來的貴 一般情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到像這個紅色的縣市 油的這個價格走勢 你看到上個月的時候 上個月之前對不對 大家都不要油嘛 都不要用油 因為都封 這個地方不是都是因為疫情封鎖對不對 對啊 油價低了不得了 沒桶 那時候加油不都在越來越便宜嗎 沒桶十幾塊呢 對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遠月減近月 它就是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直到上個月有一天 哇 這麼大 這個是負值那一天 對 這個是正價差 對 可是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個先把清掉 最近來講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個遠月減近月的價差 開始去做一個往下收斂 對耶 為什麼 因為開始有一些疫情減緩解封的動作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商家對不對 它會去做一個消費或去做個用油的動作 用油的需求的面就會拉高 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假設當經濟活動非常強烈的時候 也有可能出現近月比遠月來的貴 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這樣子喔 對 所以從目前的訊號來看的話 因為原油的增價它開始出現收斂 我們可以這樣假設 需求已經開始回穩了 幾乎是抵定了 對 這幾乎是抵定了 那原因在什麼地方 原因在說 美國的疫情有受到控制的 這樣的跡象 所以從5月14號開始 第一階段的一個解封 就是所謂的一個重啟商業活動 可以小型聚會 第二階段就是這個活動的放大版 到第三階段就是正常 可以國與國之間的一個來往這樣子 跟大家報告 美國現在是第一大油出口國 也是第一大油使用國 對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解封週數已經達到32週 美國總共51週 慢慢的出現 有一個正常的活動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或許這個油 它慢慢的會出現一個需求 逐漸會大於供給的一個情況 這在需求面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 下一張圖表我要講是什麼 就是供給也快要撐不下去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我們先看各個地方 來講的話 它的成本都不一樣 譬如說美國的頁岩油為主對不對 頁岩油來說的話 它是45到55美元 因為不同的地區 還是有稍微的一些差異 然後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是在45美元左右 那沙烏迪阿拉伯跟2.1 伊朗 伊拉克這個地方 其實是最便宜的 對 因為油果嘛 對 這裡下一大堆油 平均在30美元上下 你說有些地方 哇 好像1美元 2美元 可是那可能是少數地方 可是絕大多數來講的話 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沙烏迪阿拉伯好像說過 它每桶來到了 各位數都撐得了 那他講的好不好 那另外來講的話 中東一些其他的地方 像阿聯 像直接周邊的部分 油產油的部分 來說它大概40美元左右 所以現在的油價 還在30多塊美元 都還是全部虧損的情況 你更何況之前 到10幾塊到20幾塊 甚至付油價 所以把它清掉 也就是這張圖表 藍色部分太重要 我們回到那個雙框好不好 現在的油價 牛眼油 不然它原油 30幾塊看到了嗎 換句話說 剛剛貫中的那張圖 美國 俄羅斯 還有中東地區 他們賣一桶都會賠一桶 沒錯吧 現在就還是這個樣子 你看吧 只有它還能撐著了 對 那我們再看 另外一個重點 我們先看其他的攻擊面有利因素 就是對油價比較有利的因素 我們看一下 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羅斯 你不要覺得這兩個在吵架 好像它的產油很大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它有將近50%以上的財政收入 是跟油價是有關係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石油大戰 我們都認為說 它是打一個短期 它剛好就利用這個 所謂的一個疫情的時間點 打一個短期 那它目的其實有達到 我們先不管它表面上的目的 至少來講的話 在美國的專頸平台數 3月初是996 降到最近5月份的時候是258 好 這個油價戰 油戰 我怕大家忘記了 我把它原油說清楚 之前冠州有教過 因為現在全世界 我剛剛不是說油 第一大出口國是美國 美國燕油 現在的量大的不得了 它的總出口量 賣到全世界 自己用都夠了 還可以賣 贏過了沙俄國家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包括俄羅斯 它覺得說 奇怪我本來就是油國 我怎麼可以把賣油 變成你美國主導呢 因此呢 他們就故意增產 增產 供給面很多 讓油價破敵 讓他們撐不住 有沒有撐不住呢 Bingo撐不住了 不然不會下降嘛 所以呢 油戰一成功 它現在就可以慢慢的 把油價拉高 因為它的財政收入這麼多 都是要靠賣油來賺錢 沒錯吧 對 而且需求也回來了嘛 我們說順勢操作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國家 我在懷疑說 它是不是就是在做 所謂順勢操作的 這樣的一個步驟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把 順勢就是減產 供給面遞減 底面需求也拉高 所以price就會越來越高 這叫順勢 沒錯 而且從那個前面 正價差收斂的情況 代表說 當然有人 已經去搶這個淨月的油了 就是我已經要再用了 我不要把它放在儲油槽裡面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嘛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囉 塑化 油跟塑化是直接相關 還有如果油變貴了 因為現在漲起來 這個航運股呢 會有壓力來解釋一下 好 我們大概抓一下 就是說屬於塑化 跟油相關的部分 跟這個用油的航運 航空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從台塑化 台化 長龍航 一直到長龍航 長龍海運 到長龍航運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一個月 它其實是波段漲幅都是有的 可是我們在看 本益比都不低耶 都還蠻高的 對耶 因為其實 像你台塑化來講 來說好了 第一季虧損嘛 那今年大概 再怎麼樣的股價 現在92塊 其實還是一個 比較高的本益比 那我問你喔 你看喔 本益比高就意味著 獲利能力是差的嘛 就沒有在那麼多錢 要股價漲起來 而波段漲這麼多 不就完全呼應了 剛剛炫哥說的 這個禮拜擺明是出電子 進傳產 所以傳產的波段 漲幅就拉大了 沒錯吧 因為價格也是 是吧 對沒有錯 因為價格也跌到骨子裡了 你看 你要看外資這個地方 還是賣多於滿 可是它之前賣更多 好 比過去兩三個月還多 所以囉 華航來一下 航空股會不會 利空出盡的味道 對 最慘是它嘛 現在外資 他們還放無薪價耶 對 外資買最多也是它 OK 你看前面賣著 一頭拉股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的結構 下來講的話 我們再回到這個字卡上來看 你看 漲幅也最多 它其實是數據最差 但是很顯然 外資這個地方 它的做法已經改變了 那要給答應就好 以上的塑化跟航運股 如果股價有漲 如果敗相沒出來 繼續抱著囉 我認為繼續抱 好 感謝觀眾 非常謝謝您了 剛剛貫州的第一章的圖表 來請看 遠月近月 為什麼增加它的收斂 看得出來 現在大家應有量的增加呢 幫我來一個白板 很簡單 因為呢 由期貨合約 不是都有六個合約 在想上滾動嗎 這個是遠月 剛剛呢 貫州說的 遠月的價格 通常都是比較貴的喔 然後呢 近月的部分呢 這一條 繼續走著 繼續走著 當然呢 跟大家報告 剛剛不是說 來 正價差 期貨 遠月 減掉 近月 形成的價差 本來是大的 現在變成小的 那如何讓正價差 它 它 減它 變成正價差 進行收斂 不就是下面這一條的 近月合約 要越長越凶 越猛越靠近 才會是正價差收斂呢 這就呼應了 剛剛貫州說的 回到剛剛第一章 正價差收斂 代表 近月合約在漲了 大家在追多單了 大家以後的需求量在增加了 所以呢 第二章看得出來 全球經濟復蘇力道 已經 回 穩了 不用再懷疑 所以如果日後的油價繼續漲 全球經濟復蘇力道是在加強的 因此最後一章 那些相關概念股就走多頭了 管它業績怎麼樣 如果您有賺到錢 伴效沒出現 你就繼續報囉 以上結論 掌握到 趕快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這一題也是為您而做的 很多網友在問喔 說 哎呀我可不可以賺個小紅包錢呢 公開收購什麼意思 佳士達為什麼要公開收購明太科技啊 而且如果我有一張明太的話 我穩賺現賺3300多塊以上耶 那好還是不好呢 如何操作應對呢 今天兩位專家說清楚